人到老年,首先是考虑退休问题,退休金多少,以及在哪儿退休便是两个核心问题。 很多在北美的人都喜欢等自己老了以后换个舒适的地方营养晚年,好好享受这人生中最后的时光。 当然,退休也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客观改变。 没有了工作,虽然有养老金,但收入必然是会减少。 那么这时,退休后找个舒适又不高消费的去处就很重要了。 到底哪些地方是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呢? 根据Wallet Hoop的最新数据,从可负担性生活质量和医疗保健等方面,对美国最佳和最差的退休周进行了详细的排名。 我们来看看最佳和最差的Top5s具体哪些周吧。 最佳退休周排行榜,第一名,普罗里达。 不出意外的普罗里达榜上排名第一,风景优美以及一年四季阳光里面的好风光,是绝佳的退休保底。 从经济上来说,它绝对是在和负担方面好上有利,生活质量方面也列居前五。 第二名,维吉利亚州。 从政策上来说,维吉利亚在养老方面有很好的福利。 此州并不收取社会保障金,年长者可以减免高达一万两千美金的退休金收入,并且其犯罪率也较为低。 第三名,科罗拉多州。 科罗拉多的好山好水最是出名,是个非常适合安享晚年的地方,其生活成本居高,是个高性价比的地方。 第四名,特拉华州。 特拉华州的政策福利与弗吉利亚州比较相像,并且还免消费水,每年年过60的居民可有减免高达一万两千五百美金的退休金收入。 第五名,迷尼苏达州。迷尼苏达州被视为最健康的州,它的医疗保健方面排名极高,整体生活质量最好。 数据显示,此州的寿命最长排名第四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看最差的退休州排名。 大家在考虑养老问题的时候,可以适当劈滴滴雷。 第一名,新泽西州。 新泽西仅靠纽约州,其消费也有所受影响。 对于退休而言,可负担性很低。 虽然财产犯罪利益很低,但在生活质量方面排名也很低。 医疗保健方面也普普通通。 第二名,尼西西比州。 尼西西比州是个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,但其生活质量方面排名却是垫底的。 第三名,纽约州。 众所周知,纽约是个繁华的大城市,因此是较为高消费的地方,尤其是在市中心地段。 根据WALF5数据显示,纽约州被列为最负担不起的州。 第四名,肯塔基州。 肯塔基在可负担方面排名较后,其医疗保健方面和生活质量方面更是倒数,因此被视为不适合退休的地方。 第五名,俄克拉河马州。 位于中部地区的俄克拉河马州,生活成分与其他地方相比是较低的,但生活各方面都不便利。 其生活质量和医疗保健方面仅次于肯塔基州,因此也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 小伙伴们都想好退休后去哪儿玩耍了吗? 小伙伴们都想好退休后去哪儿玩耍了。